上回书说到宁鲁臣老将军把二女儿奉兰嫁给了邱瑞 老人家放心了 女儿有了归宿了 所以宁老将军就告辞了邱瑞的父亲 离开了小夫妻俩出去寻找自己的老朋友龚妃 到了黄山还真看见老朋友了 龚妃已然出家当了老道了 龚妃看见宁鲁臣也非常高兴啊 两个人说的没完没了 就这样宁鲁臣呢就住在这座庙里头 这哥俩呢又是半师半友 龚妃有了宁鲁臣相伴 心中也很高兴 每天呢不是下棋就是聊天 龚妃确实厌倦了人世间的生活 也大大岁数太大了 深染重病 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 就把家传的一条宝枪给了宁鲁臣 这条宝枪呢 就是楚王项羽使的八宝陀龙音风枪 宁老将军愣了 我说老哥哥呀 这条枪既然是楚霸王项羽所用 怎么是你家传的宝物呢 啊 龚妃叹了一口气才说了实话 老兄弟呀 世上人都知道我姓龚 叫龚妃 实际上我姓项明妃 我是楚霸王的后人哪 因为楚王在乌江自稳 这条宝枪就丢了 是我千方百计找回这条宝枪 现在我已然不行了 马上要闭眼离开人世了 兄弟这条枪就给你吧 你把这条枪将来要传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呢 宁鲁臣含着眼泪 接过了这条宝枪 龚妃口眼一闭就离开了人世 从这说起呢 宁鲁臣也就穿上道服了 也当了老道了 因为龚妃活着的时候 宁鲁臣要出家 龚妃说什么也不干 宁鲁臣把老朋友安葬之后 就在这庙里头待着 后来呢 让人烧信告诉丘瑞 自己落脚在黄山了 丘瑞夫妻两个人立刻来到黄山 看望宁老将军 以后呢 是三劫两寿 丘瑞肯定来 而且送上银两 送上衣服 老将军呢 在这庙里头 也算没受什么罪 所以说宁老将军八宝叶明亏 身上披的这一件 玉封棉竹宝铠 还有这条八宝驼龙音风枪 这三件宝物呢 丘瑞看见过 后来因为天下太乱了 刀兵四起 丘瑞呢 已然 身归随朝了 所以他没有时间来看望宁鲁臣老将军 双方呢 就算断了消息 宁鲁臣就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上司朗 上司朗点了点头 看着这条八宝驼龙音风枪 师父 您放心 您赐给屠儿三宝 屠儿一定为国效力 为百姓除害 就在这个时候 宁鲁臣两眼一闭 这口气就没了 离开了人间 上司朗是放生痛哭 然后下山买了关口 将恩师入土安葬 审配重孝 就跟道徒儿告别 下了黄山 等上司朗回到姑父家门前 姑父姑母 跟自己结发支气 听见跑出来 上司朗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这儿拜见姑父 拜见姑母 两位老人家愣了 三年没见了 哎呀 儿啊 你这是给谁带的重孝啊 上司朗哭着 就讲述了自己 跟恩师学艺三年 恩师赐给三宝的经过 上司朗的姑父 用手一掺 儿让你起来吧 你不要在家中暂住了 你马上到全交城为你母亲报仇雪恨 姑父 为什么让我马上就去呀 儿来见二老 然后回归黄山 要给师父守灵啊 之儿啊 刚才你的话 我已然听明白了 之儿啊 你学武艺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给你母亲报仇雪恨吗 你师父让你有了武艺 给你三宝 也是让你为民出奸 为国出力 你遵从师训 才是孝道啊 高宋理 现在大随开皇天子 派靠山王杨林 统兵二十万 已然得了偶堂官杀本全交了 你呀 马上去面见杨元帅 借助随兵的力量 杀了马玉 为你母亲报仇 然后报效开皇天子 为国出力 你要知道 臣后主荒淫无道 迟早南臣被随兵所灭呀 你到镇前立功 帮助杨元帅 兴大随早日一统江山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你寄报了母仇 对师父也就尽了孝心了 上司朗听明白了 抬头看了看妻子张氏 张氏眼泪流下来了 恩爱夫妻分别三年 上将军 你去吧 为母亲报处血恨 尊师命报效国家要紧 姑父姑母有威妻伺候 你就放心吧 上司朗给二位老人磕了头 连屋都没进 马上出院门 陆思将任等 帮安上马 直奔全交 一路之上 咱们书就不戏表了 这天上司朗离着全交不远了 就听见喊杀之声 道道道杀呀 独杀 上司朗顺声音一看 双方人马已然把阵势裂开了 一边是大隋的旗号 一边是南臣的旗号 马玉跨下马掌中大刀 正在两军疆场越武扬威叫战 上司朗高声寒嚷 杨王千岁 请山朵一旁 毛家来 催错下马 直奔马玉而来 靠山王杨林听见声音 抬头一看 只见这个人身材魁梧 相貌不凡 头戴八宝叶明亏 身上披着御风棉竹宝铠 胯下马掌中一条 八宝驼龙阴风枪 看年纪也就在三十上下 威风凛凛是精神百倍 靠山王杨林这看着呢 上司朗这匹马已然到了 杨林愣了 中美王家千岁 中美将军 你们谁认识这位英雄 大家看了看都摇头啊 元帅我们不认识 王家千岁我们不认识来人 上司朗勒住了马 就跟马玉两个人面对面了 马玉高声含嚷 什么人 马千少子 上司朗一压手中大枪 马玉呀 你问我是什么人吗 我爆出名来 把你吓死 我就是你日夜捉拿的上司朗 怎么样 你没想到吧 今天你还想活 马玉一压手中大枪 马玉一厅来人是上司朗 上司朗 好啊 上司朗 你来的正好 这可真叫啊 踏破铁鞋无迷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我正想要你小子的命呢 嘿嘿 你呀 马前行是吧 上司朗气坏了 桑梅倒树二梦圆张脸上颜色更变 手中大枪 喷嚷 枪杆就颤了 枪音就圆了 马玉 你这个恶贼 仗着你爹的势力横行霸道 胡作非为你罪不容忠 今天我亲手把你送上西天 为我母亲报仇血汗 说这话 抖大枪就奔着 马玉就扎你 马玉一看大枪 来的太猛了 枪尖奔哪了 枪尖直奔自己跨下马的马头 马玉心说 你以为我就打不过你了吗 马玉立刻攥着大刀的护手盘 把大刀望着马的前肩板的一贴 这叫人借马力 马借人力 要望出磕上司朗这条大枪 因为上司朗枪来的太猛 这人可就怕玩命啊 马玉知道上司朗抱母仇来了 他当然玩命啊 所以他攥着大刀护手盘 贴住马的前肩板 想借马的力量 把上司朗大枪扣出去 两匹马往一块跑啊 马玉手钻大刀想扣这条枪 哎呀呀呀呀 俩马往一块冲 眼看快到了 可把马玉吓坏了 上司朗这枪没了 马玉可愣了 再一看这条大枪 啪往上一转 就转到马玉的面门之前 啪往前一扎 就奔着马玉的耿嗓咽喉来 马玉赶紧望后一躺 马冲过去了 人躺在马背上 想躲过这枪 他可没想到啊 那上司朗是吓得狠心了 大枪啪一刀手 这马玉不能牢在马上躺着 他刚一指腰 上司朗大枪就到了 直奔马玉的软肋 这枪扎得着汗啊 谁说没扎到致命处上 可是这条枪叫金钻力拳 也叫吸水蹄鲁 扎到马玉的身上 马玉的血有打枪尖这 直穿大枪枪杆 有打枪钻这 穿出来了 上司朗啪一刀手 扑通一声 马玉人就落在地上了 上司朗把枪撤出了 啪啪啪 临扎三枪 娘啊 而杀马玉为您报仇雪恨 您死后浑安 上司朗放声大哭 马玉就死在上司朗大枪之下 这匹马落荒而去 靠山王杨林在阵中 看得十分清楚 杨林都喊出来了 好不清宝 除非王家千岁 这才叫国家将兴 良将辈出啊 如此看来 我到了全郊之后 出了这样的英雄 我大虽是胜利才忘啊 咱们再说全郊 这几千军兵啊 看见少帅马玉 被一员战将挑于马下 这些兵就乱了 了不得了 烧水死了 跑吧 撒腿忘回就跑啊 这几千兵乱成了一锅中 杨林冲着上司朗高声含嚷 这位英雄请过来吧 上司朗甩灯离安下马 钻宝剑伯按崩黄 刺咧咧宝剑出侠 用宝剑把马玉的人头割下 然后把大枪一戳 把战马拴上 手提马玉人头 来到靠山王面前 放下人头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拜见 王爷千岁 千千岁 杨林立刻甩凳离安下马 用手相掺 哎呀 英雄请起请起 不必多礼 请问将军贵姓高明 又到何处而来 上司朗战起身形 这时候 昌平王邱锐 还有这些人战将 几位王爷 全都下了马了 上司朗就把自己的遭遇 简简单单的 告诉了靠山王杨林 旁边邱锐一听 怎么 将军你是宁鲁 陈老将军的徒弟 请问 老人家现在何处 老人家 依然离开人世 什么 昌平王秋锐一听 岳父老人家 依然离开人世 眼泪就流下来了 天哪 这真是忠孝 不能两全 这几年 在战场之上 东奔西沙 不能去孝敬老人家 哎呀 秋锐的眼泪 如同断线珍珠一般就流下来了 上司朗就愣了 请问王爷您 将军 我的结发之气 就是宁老将军的二女儿宁凤兰 哎呀 原来是秋将军 请受我大力参拜 上司朗 上司朗赶紧跪倒 给昌平王秋锐磕头 秋锐用手相掺 然后秋锐就把宁老将军的身事 讲给了靠山王杨林 杨林叹了一口气 看起来呀 这是陈后主 荒音无道 愣把这么一位忠臣 宁老将军 逼上高山 死在山中啊 南臣陈后主 有这么些忠臣 他不知道 好好治理国家 反而荒音无度 我大随 一定灭南臣 一统江山 靠山王杨林 就问上司朗 请问将军 意欲何往啊 这个上司朗 本来是投奔 靠山王杨林来的 可是杨林怎么一问呢 又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杨林笑了 将军 如果你愿意为国家出力 我们是非常欢迎啊 秋锐在旁边也说话了 先帝啊 杨王看见你 他就爱上你了 杨王有爱将之心 兄弟 我劝你就福保大随 咱们为大随一统江山 而在两军江场爆跳吧 上司朗立刻跪倒 在杨王千岁面前 多谢王家千岁台案 我上司朗学书才前 王爷如不嫌弃 愿在杨王麾下 小全马之劳 靠山王杨林乐坏了 双手相缠 将军请起 这是我大随之性 上司朗站起来 靠山王杨林 给众位王爷 给众位将军介绍 大家也非常高兴 袁帅 袁帅 我们给您贺喜 您有多利元虎将 就在这时候 全交成炮声就响了 叨叨叨 靠山王杨林 跟众位战将 众位王爷 立刻拢私将任等 当安上马 往对面一看 全交成出兵 一万大兵冲过吊桥 就杀来了 倒倒倒杀呀 给少肺报仇啊 一万大队冲过来 赶紧裂开阵势 当中劲 全交成的大元帅 马应举 跨下马掌中大斗 押住全军大队 杨林立刻重整队伍 两军人马列好了 马应举双足一点 当邓科飞虎铲 催作下马 掌中大斗 直立两军经常 对 对面 靠山王杨林 你给我听 把你 手下这员战舰 给我送出来 我马应举 要给儿子报仇血汗 上司朗一听 就跟靠山王杨林说 杨王千岁 带木将去杀他 好 将军你可要小心了 上司朗催马 凝枪指本 马应举 马应举 是我杀的你儿子马玉 我叫上司朗 哦 你就是上司朗啊 你看我这口大斗 马应举往前一催马 这口大斗 搂头盖着就下来了 立屁华山 上司朗立刻鹤枪招架 两个人马打盘旋 就冲杀一处了 两匹马跑开了 拔个马 翻踢两掌 马也不跟一条线 是来回乱转的 两个人枪取刀来 一场凶杀恶战 杀着杀着 上司朗可知道了 怪不得人人传言 长盛将军马应举 他的刀法绝伦 可是马应举 想一刀杀死上司朗 给儿子报仇血恨 杀着杀着 他也知道可不容易 因为上司朗的枪法太高了 宁老将军 清传武艺在山中练了三年 他是三十六十枪 一十三招 一共一百零八招 招招有须有识 虚实分明是神出鬼入 两个人杀了一百个回合 分不出输赢胜败来 上司朗心说 这马应举一定要杀我 给他儿子报仇 我也一定杀他 在两军江城立功 好报仇随朝 就这样两个人 又杀了七八十个回合 天快要快黑了 上司朗是绝不回阵 马应举是急了 二马凑动 马应举高声含嚷 我兵我将点上火把 手下兵将赶紧遵循命令 一会儿的功夫就把灯球火把点着了 靠山王杨林也传下令来 随便也点上灯球火把 上司朗跟马应举两个人就夜战了 两个人杀到将近三百个回合 也搭着马应举岁数比较大了五十多岁的人 而上司朗年纪轻轻三十刚出头 要不是马应举决心给儿子报仇 他杀不到这个时候 就在这时候两人二马一挫到 上司朗头上带着八宝夜明盔 当中点一颗夜明珠 借着灯球火把这光芒穿望过一照 夜明珠望出一反光 俩人二马错动的时候 马应举稍微有个闪失 他让这夜明珠照了一下 上司朗年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立刻借这个机会大枪二次一斗 虚中有识 正好扎到马应举的面门之上 马应举扑通一声 尸鹏马下 哎呀呀呀呀呀 这匹马就落了晃了 靠山王阳临乐坏了 杀 倒倒倒 杀 随兵放上一冲 全交成的兵将可不敢打了 主将阵亡不占军心自乱 这些兵将逃的逃 跪地归降的归降 要不归降 要跑得慢的 就死在随兵的刀枪之下了 没费多大功夫 靠山王阳临指挥人马杀进全交城 这座城就归大随所有了 阳临马上传下命令 出榜安民查点府库 派兵将掩埋死士清理战场 而且又传下一道口令 不许糟蹋蹋老百姓 唯一令者是 全交城的老百姓非常高兴啊 因为恨马英俊父子 现在随兵来了 能够攻买攻卖 老百姓欢呼声音 如同雷动 靠山王阳临得了全交 直逼六合 要破一次长蛇阵 下回再说